组织会不会做事 尤其是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 日本NHK 昨天做了一个专题 就是研究我们半年之前说过的 那个叫做安征公司 安征公司是上海的 我和钟sir在2月的时候做过节目 就是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跟巴拿马文件有点不同 他不是查册 他就是说被人爆料 有黑客在网上爆料 在Github里面爆 这间安征公司 就跟很多国安部门 公安部门那些交易 就爆他们 就是这间民企 虽然叫民企的安征公司 其实就帮很多国安 公安做一些间谍的行为 就是做一些黑客的行为 主要就是做黑客的行为 这间安征公司很厉害 其实半年之前 他就说 不是只是针对一些敌对国家 甚至乎香港考评局 食管署 很多大学职公民都成为他们的目标 他主要就是对外国政府公司和基础设施 做大规模的网络入侵就是图料 但当时安征公司和中国警方都在研究和调查 究竟这件事怎样洩漏出去 当然有鬼 爆料的就是鬼 但这只鬼捉不捉到呢 其实捉不捉到也好 对外也没有公布 现在起码我们知道对外也没有公布 中国国安很严重很严正的看待 你怎样去向外解释这件事呢 究竟是否与中国国安公安有这样的密切关系呢 中国是否利用这些民企 去帮他们涉物 以往来说 中国和外国很不同 中国的间谍组织 实在是太发达了 发达 他之所以发达 不是全部都是国家机器 他外判了很多工作 就被这些民企做 安征公司就是一类这样的民企 私人公司 其实就是黑水 这些是僱傭兵来的 是叫网络僱傭兵来的 传统都是这样的 甚至说未有电脑 以共产党崛起的那个年代 都有很多不同的店铺 帮共产党收封的 不断回顾半年前的新闻 那时考评局 没有回复 没有回应到 安征公司的涉物 没有回应到 那时有570份文件 那些公司的合同 营销简报 他怎样向人售 那些事呢 那些 presentation 那些都有在那里的 产品的价目表 那些project 怎样帮你去洩漏机密 香港很多除了考评局之外 还有电讯营科 CSL 和记 那些都是一些 涉物的目标 那政府部门 就有考评局 各考新个人治疗 食患处 大专院校方面 基本上全部都入侵了 中大 教大 树大 就是科大 东华学院 都榜上有名 政党也是入侵目标 事无巨细 也是入侵目标 那 他这个文件 当时只是挪裂了目标 但没有说 有没有成功入侵的 就是这样的 泰国有10个政府机构 被入侵 除了香港之外 哈萨克 马来西亚 蒙古 尼泊尔 台湾的电讯公司都有的 以台湾方面 就有459G的 道路地图数据 就被他蚀了 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在 内蒙里面 见到一个 台湾总统府出来 很多东西 一比一 根本上有这些数据 台湾道路 就对中国的官方很有用 他日 如果你说入侵的话 就可以 拿来入侵台湾用 英国也有的 内政部 外交部 财政部 这些全部都有的 那时披露的文件 1,400美元 到80万美元的合同 美元的合同 都有的 其实他 做生意 就没分大小 什么都做 他告诉你 他就说他有办法 去财政部 在Microsoft Outlook 和Hotmail里面 但是没有提过 Gmail 所以我估计 可能Gmail 相对安全 他也 跟别人说 就是说他有方法 不是 这个不是他跟别人说的 是法国有一位 IT专家 数位安全研究人员 一个叫Baptiste Robert 他就说查阅了文件之后 他就说他觉得 似乎安征公司有办法 带到Twitter 连Twitter 那个 双重认证 他都可以搞得行 他也都说 其实 安征又做了 新疆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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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反恐生意 那这些 什么都有的 其实是 那好了 半年之后 这个 NHK 其实他就更加 他就用了半年时间 去调查这件事 这件事已经不在了 已经 但是估计 就是化整为零 但是他就确实了一件事 就说安征公司 他真的是 是无孔不入 可以这样说 而他 不仅止说洩露机密 他还做了假新闻 他可以洩露到欧盟的内部文件 魏装境外的意义人士 和透过网上的讨论区 他就在挑拨离间 令到你台湾制造一些舆论 令到你内乱 在日本的福岛核电厂 福岛的废水里面 又散布假资讯 最新有一件事 今天传的 就是这件事 这个很厚面皮 很无耻的 原本 你看到这件事 有一张照片 在网上流传 就是在说日本 有些人 就说他自己分享 就是那些媒毒照片 就是他说日本的亚文化 就是为媒毒发声 但是经过 RFA的亚洲事实核查 他找过之后 根本上这一张照片 其实是在大陆里面传出来的 然后自己的丑闻 竟然就老屈了在日本那边 而他里面也有说 就是媒毒的Fatbank疫情 日本不是说没有 但是如果你要比较的话 中国的媒毒的案例 是日本的三十多倍 就是很夸张 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吹 叫别人不要去日本 尤其是不要去日本叫鸡 你说这个新闻 就早两个星期 叫做罪中了媒毒 都在传的 就说因为很多那些 在街头搭散的 那些姐姐仔就跟你说 就环保吹 还是不环保呢 都是同一个假的 那当然是环保吹 结果就中了媒毒 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想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其实他抹黑日本 就不一向脱离了 第二方面就是 其实大陆有传这些照片 我想就是先发制人 传出来被人定义的时候 他希望 在网上 就是 就是 Flooding 就是他就是要有一些人 就是他就是要 总之就是个个都说 我见过这张照片 我就联系在日本了 早两个礼拜 就是不停有个hashtag 东京媒毒之城 是啊 他就是为了掩藏 自己本身就有媒毒的丑闻 所以就先发制人 那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 两三个人乘搭电梯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人 不就是有一个人放屁 就说 就无端端老屈别人 就是你干什么放屁啊 这样 可能其实他和 被他老屈那个 无仇无怨的 但是只要先发制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主动权 就是说主动权 做这些假新闻 就专做这些假新闻 尤其是 你可以想象 这些假新闻 尤其是对那个 选举 大选年间 就很有用 是吧 最大事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 现在NHK就说了 他就可以涉取欧盟的内部文件 偽装境外人士的 异议人士 透过网上的讨论区 就是 就是 就是散布假消息 这些东西 令到 这些民众相信 阴谋论 不信政府和主流媒体 就是这样的 继而 就是这个所谓叫 保旅游 内部公破 我要攻击你的国家 不一定要真枪实弹 消息 这个就是叫 奸 离间计 这个就是 孙子兵法的 叫用间 这个就叫做 是吧 就是他现在只不过是用 就是高科技去做这件事 用黑客行为去做这件事 其实是 舆论道向做到先 就是 就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是吧 喂 没办法呀 你看 我有国安法 你没有 或者你是国安法 你就人权大过天 是吧 那现在我就不断在 以言论自由为名 就在你的国家里面 散播假消息 令到你互相猜忌 是吧 其实美国大选一定有 是吧 有16年 那时候已经在说 为什么特朗普赢了 不就是普京联合 那家叫什么 CAMBRIDGE ANALYTICS CAMBRIDGE ANALYTICS CAMBRIDGE ANALYTICS 是吧 这些嘛 主要就是做这件事 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 譬如在台湾去年12月的时候 就有个叫反印度移工集会 那时候就说参与的 都是女生为主 因为其实印度 印度就是很男权的 是吧 还有印度人就说 他们衰假 又好色 是吧 第一 他们有负权 第二 就好色 所以就不应该 让他们进来台湾打工 是吧 尤其是那时候 有高举这些 什么不信任政府 其实说真的 不要说这些 接近的 就算是有什么 这个蓝白盒 或者是早前的 这个 台湾的 这个改革国会 是吧 国会的改革 改革方案 其实不是也是做这些 东西而已 大概都是 一定有 是吧 那好了 这件事 就是上个礼拜爆出来的 其实就 很契合 就是很符合 NHK的一些 就是一些调查结果 这个是在美国的情报组织 尤其是CIA FBI 是吧 就说出来了 喂大佬 好不行啊 现在中国的间谍活动 的规模之大 是令到西方政府 难以照价 不仅是西方政府 所有 日本也有 其实无孔不入 就只是上个月 FBI 就说 一间和中国有关 一间和中国政府有关的公司 入侵了美国 英国 法国 罗马里亚 以及一些地方 二十六万台的联网设备 尤其主要是路由器 以及那些摄像头 这个 他说 一间和中国政府有关的公司 如果就这样看 这个设定是不是很像安逊 但安逊的因子就没有了 没有 NHK刚才就说 这间设计 这间设计 可能是整个粒 但是可以化整为零 可能是一些前员工 自己开公司 因为其实中国一定需要这些公司 去帮他做事 他的好处是在于怎样呢 他铺铺清 不是铁饭碗 安逊公司这些 民企 所以以结果为目标 他们反应很快 他们一定 他们是由网民角度出发 符合民情 他不需要 等于他说 现在中共不需要搞军演 搞军演 这些人又不受他恐吓 反而我收买一两个 那些什么台湾艺人 更有效 他就觉得这样 其实 这些安逊公司 或者这些安逊公司之类的公司 他就可以很专业地 帮你做一些 网络舆论 的服务 即是水军 五毛 即是热狗 这些 大板 甚至不少 片都拍出来 一个人一千部机 任你玩 但是硬件来说 为什么要入侵呢 一种说法 就是他入侵你的路由器 和摄像头 当然是叫长期监察 长期监察就是靠摄像头 但是路由器是什么用呢 路由器就是 潜藏在你那部电脑上 如果 即是如果有一天 真的要入侵台湾的话 那些路由器 他就要启动 要瘫痪了你现在美国 那个网络系统 就令到你换台而不得 真是打仗的时候才用 用一次 平时他就不会搞你的 所以其实这些路由器 可能是会在 那些什么 他之前不是说的 那些 美国很多那些 码头 那些起重机 是不是就说被入侵了 就是 那些就用来监测 你那些 出入口数据 早几个月 才有 叫做 The Zero Day 的一套片 就是说 突然之间 你那个 电视 转做 共产党的 那些 Propaganda 其实都是那些 来的 可能长期 已经潜伏了 另外 有一次 那些官员上个礼拜 有评估 最近一次的网络攻击 就是 中共就入侵了联邦政府用来 做法院授权网络洩听的请求系统 其实 美国的警方 如果他要涉听 某人的话 他一定要法院去授权 这个系统都可以入侵了 你想想 你入侵来做什么呢 你在内部司法 关你什么事 都要入侵 真的 有没有用 不要紧 最紧要先用 就去到这么无孔不入 我知道多些无坏 但是你有没有必要知道 还有你每样东西都是钱来的 既然你说 这些是 私人机构去做的话 你铺铺清都是钱来的 这些是 所以你说用多少钱 在这里 现在 《淮家日报》就说 西方的情报机构 已经没办法 抵受得住北京方面的活动 主要就是说 现在 他估计 这个FBI首先估计 中国支持的黑客数量 和FBI所有的网络人员 的数量 至少是50比1 中国50个我们只有一个 而欧洲的机构 就估计 中国的情报收集 和安全行动 可能涉及 多达60万人 FBI的局长就说 中国的黑客 的数量 应该是要比起 所有全球所有的主要国家的总和 都重要庞大 为人都好办事 真的 是吧 而大陆人 又不贵 他黑客数量又多 最多黑客人才 所以就是这样用 除此以外 去监控你之外 其实他还做了一些AI 他就说他可以透过舍听回来的数据 去训练他的AI系统 做到你做不到的东西 他可能会比起你更加了解更加清楚美国人的行为 最后是 因为他收到的数据你未必会这样用 但是他可能会帮你这样用 为什么会这样做 英国的军程六寸就说 为什么什么你都知道 因为政权安全的问题 因为你中共 整天觉得自己很不安全 所以 一定要可以知道多少东西得多少东西 这些东西就算我不可以主动出击都好 必要时我也在那里勒索你 不同的官员他都可以拿来勒索 我吃下花生都好 即使没用的东西都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滲透之用 他得到的个人资料越多 不同的人 他随时他喜欢的 他就可以起到他底 他知道他的Data Base 我们纯粹在人底 我们平时 我们一般人看什么 是看LinkedIn 他知道LinkedIn以外的东西 比你多很多很多很多 尤其是社交媒体 Twitter他都有办法 可以入侵到的 有什么不行 那就不是Twitter 不简单的 看你的投行里面的帳户 那些才值钱 看你的TRAID record 是啊 如果你说贪官 捐款外图在哪里开户口呢 很容易知道 那是防自己人的 是啊 也可以的 比如你说 有什么 捐款外图 去了瑞士 如果瑞士的银行开户口 他也知道 不出奇的 一定被他供的 所以最后最先进的科技 就是 就是手写的记事簿 完全就不怕黑黑 甚至说 哈马斯 他们怕以色列舌停 靠什么 靠call机 但你没想过 人家瘋到一个 是连call机都可以 拿来弄炸弹 那种 毛孔不入是 瘋了 没有的 你说的以色列和大陆的 收集情报的 痴迷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 这个 就是国家级的勒索行为 AFBI又估计了 习近平已经下令 首先他的认识 习近平已经下令 2027年要准备好入侵台湾 如果真的爆发冲突 或者战争的话 中美之间 就可能会有冲突 而他有估计 美国是会 军援台湾的 中共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所以中共已经劫持了 美国数以百计的路由器 那些路由器 利用这些路由器 来渗透到美国的水利 和能源的网络 那些人就担心 如果一旦 华盛顿干预中国攻台的话 中国会先发制人 会腾瘟了 不是说只是你的网络 是腾瘟了你的基建 腾瘟了你的铁路 就是那些 出入口 港口 运作 整个国家 在那个期间 真的要攻台的时候 首先 我未必可以阻止你美国 美国换台 但是这个就是 什么呢 这个就是 先发制人 或者叫做维艺交召 我首先搞你后篮 那你怎样换什么台 所以你说司法系统 你想想想 其实有用的 你想想尤其是 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 有谁不会 游走法律边缘 天天打官司 我查你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在找科技漏洞 是啊 所以为什么 Donald Trump 时代 你多不喜欢他都好 国安上面防中共 他起码这个意识 是民主当所无 他做姿态都做给你看 他不是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华为死 我一定要华为 因为华为真的是 很多联邦的 一些 政府机构 真的用华为的路由器 因为美国不是每个州都 好像加州 纽约那些 那么有钱的 那你讲 内陆小小的 就要用便宜的 是啊 还有那些5G系统又便宜 所以 你正路来说 你用 架低者得的角度来说 中国一定是投赢的 是吧 这件事是比起民主当做得积极一点的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明天回来 再见了 记得 记得 完之前 帮我们 开个playlist 帮我们的广告 那明天回来 再见 拜拜